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底盘配置上 1.3T的低配版的后悬挂使用的是扭力量式非独立悬挂 这个设计其实有些不太合理 因为作为奔驰来讲 它已经足够便宜 没必要为了压缩成本选择非独立悬挂 不过它的高配版本动力上没有任何问题 价格大概能贵3万元左右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你觉得这样的车多花3万元买一辆值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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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